你跟我喝这么烫水 找死啊 是谁惹我们的太子爷 发那么大的脾气啊 小蹄子还不下去领法 本王的人什么时候轮到你个外人来智慧了 我们不是马上要成为一家人了吗 太子殿下可是被李青桐那贱人气着了 那丫头跟他母亲一样 喜欢勾引男人跟男人也合 否则这李家夫人的位子怎么可能轮得到他 太子殿下 你可不要被李青桐看似刚烈的外表所蒙骗了 我们柔啊可是一直等着太子殿下的 太子殿下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叫 在来太子府的路上 我看到私有余的药堂 有一群人 行迹十分刻意 母亲 什么事儿让母亲这么高兴 一件可以扳倒李青桐的好事 母亲说过一定会替你出了这口恶气的 母亲是有什么好办法 几位想买我先锋骨的药材啊 你就是医仙 不才 正是本人 我没有必买卖想中先锋骨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